曾经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赛赛选手 裁判员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 新天地桥试杯2011年全国中式八球排名赛 女子组的决赛当中 周子宁和曹阳两位选手呢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分成的决赛 而即将进行的呢 则是本届赛事当中备受瞩目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这就是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 乔试杯全国中式八球排名赛呢 是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 唯一的国家级中式八球赛事 它的正规程度 竞技水平呢 都是位居全国之首 它的冠军含金量之高 令职业的运动员呢 是向往不已 这其中呢 不仅仅是奖金的吸引 能够站在决赛的最高领奖台上 又是荣誉和成就的闪耀见证 说的没错 那么首先呢 我向各位介绍职才本场比赛的裁判 担任男子决赛裁判的是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台球协会国家一级裁判 任磊 担任本场比赛 基本远的是来自 吉林省台球协会的张团明 和内蒙古台球协会的许文奇 让我们掌声欢迎任磊 张团明和许文奇入场 掌声有请咱们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隆重的为大家介绍 今天下午参加我们决赛的两位选手 首先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他那是来自辽宁的选手 王鹏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鹏入场 王鹏出生于1981年9月27号 来自辽宁省安山市 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重要战绩有 菲尔曼乔士碑2009年 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胜方战冠军 超越乔士碑2010年 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温州战冠军 再一次欢迎王鹏 另一位进入决赛的选手 是来自黑龙江的王鹏 热烈欢迎王鹏入场 王鹏生于1984年4月7日 来自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 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的重要战绩是 明家乔士碑2008年 乔士八球排名赛冠军 赛勒宝乔士碑2009年冠军表演赛冠军 博创乔士碑2010年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厄尔多斯战的冠军 英伦汽车乔士碑2011年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温州战冠军 云渡乔士碑2011年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北京战的冠军 好的同样呢也再一次欢迎王鹏来到厄尔多斯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产生有请我们的裁判员运动员 进入比赛场地大战在即剑在弦上 一触即发 相信我们赛场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将赛场移交给两位中世八球的顶尖高手 进入我们的比赛时间 中世八球网 乔士台球网 球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天地乔士碑 2011年全国中世八球排名赛 厄尔多斯战 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 对阵的双方是现在画面上出现的王鹏 和王鹏 这战比赛 王鹏是连胜五场 以胜部冠军的身份进入决赛 而王鹏呢是在胜部的决赛 输给了王鹏 然后在败部决赛 赢了陈强回到决赛 这已经是本次比赛 两个人的第二次相遇 这场比赛呢 我们还是邀请到了 马志宇老师担任解说嘉宾 马哥你好 大家好 这次很有幸能解说我两位队友的一场经典的决赛 您的两位队友比赛 您来解说 也算是黄金大大吗 平时我们习惯称之为大王和小王子 大王子呢就是王鹏小王子就是王年 第一局王鹏开球 非常仔细检查一下 因为啊在那个胜部的真冠亚军之前呢 二王已经碰到了 就那场比赛已经冲到一次了 大家可能会知道 在胜部的争冠亚军的时候 王鹏是十比五领先 抢十一的赛制 那么被完颜 又一次成功的逆转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两个人握手的时候啊 王鹏对王鹏说了一声 你守门 那么王鹏现在看来是守住门了啊 两个人会识决赛 其实呢 打到这个份上啊 两个人也不存在 说谁要 谁让谁善的谁赢 都是放开了正常打 因为我们昨晚吃饭也聊过天吧 就是正常打 把水平完全地发挥出来 打出精彩的球 呈现给所有的观众看 这也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现在上手 王鹏上手的话 还是用 利用第二颗球的冲球方式 局面炸得比较散 还是因为手架和身体的角度啊 不是很舒服 从那个局面的效果来看 他刚刚用六号球来撞 这样的话三号球露出了有下球的角度 其实如果当时用架杆的话 我觉得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两人状态现在还没有几时的调整好 因为头两盘的可能对方手都会有点紧 看一看 两人可能中场会打得更精彩一些 今天上午的女子决赛 周子宁和曹洋洋 一开始也是没有放开 后来是周子宁比较好的 比较早的调整好了状态 最后是拿下了比赛 我可能是刚刚赶到 问一下那个女子几比几 9比3周子宁胜 比分差异还拉得比较开 好 现在看看上方的五号球 如何能先调到二号球 看二号球在刚才王鹏测量了一下 看二号球的中带有下 看是否需要五号球带上一点点旋转 把力度控制好 力度稍稍偏大了 可能跟新球台也有关系 今天上午两个女子选手打的时候 也是觉得球台的速度非常快 早知道球台这么快的话 刚刚旋转就不用加那么多 直接靠滑阔的效果就可以做到 但你可能是太新了 咱们这次可能是运用的是十号融 对 咱们现在决赛都是十号融 包括TV台 可能很多耗耗者不太了解十号融 因为十号融的走速就相当于羊毛与羊绒的区别 差不多是这样 十号融非常的细 太薄了 强行进攻 那么现在王鹏所遇到的问题 只是一颗九号球 离洞口偏近的九号球 要先打还是先处理 十一号 这天处理 王鹏可能也是没有适应这个速度 对 这个走球的习惯呢 现在平时练习的秋台可能没有这么新 遇到十号融的几率比较少 平时打的都是一些赛台 但是赛泥差异会非常大 正常来讲应该打个两三排就能适应 好 没问题 看看是否要先打九号球 应该是先打九号球 直接滴竿 右侧旋转 直接做到十号球左上方的底带 好 力度稍稍小了一些 没问题 可以利用十号球弹一裤或者是直接撞一号球来停球 还是非常认真 好 再一次判断 因为这个球有两种可行性 可以吃酷弹脊或者是直接撞一 看它如何选择 撞一的角度不是很理想 它像绕一个长台 看那个角度好像 看不清啊 八号球中台有没有像 应该是有 有了 这种大怀热的胶味啊 没有良好的对酷腥的理解与干法的认识 其实很难做到 第一局 王延寿 非常有的自信 看样子 今天呢 二王对待这个台宁的走速 还是心里面没有紧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在及时的做调整 像昨天拜布 王延拜布对阵的是陈强 王鹏对阵陈强 对对 王鹏对阵陈强 那么 大家都应该看到那个赛程表 在盛部区王鹏就把陈强给拉下马来 之后呢又被王延 之后王鹏又被王延给打入拜布 让王鹏跟陈强又对了一遍 现在王鹏又回来了 对 王鹏当成了守门员 最后两次把陈强也战胜了 这还是能体现出一些势力来 而且是逆转胜 至少是在拜布决赛 对 尤其是拜布的 非常打的 非常的精彩 王鹏的冲球 这一次他采取了他传统的那种 第一颗球 可能也是决赛啊 采取自己比较稳妥的开球方式 看这个局面就已经能看得出来 不是非常的明朗 但是加加这种方式 更适合他去如何来盈求 控制对手 对 除肝相当稳定 王鹏的这个后手啊 除肝 他 呃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王鹏的后手 在出肝的一瞬间 是一个靠出肝的动作 来完成击打的一名选手 而不是说 呃 肝很平稳 平稳地去出肝 他是一个在抽肝的这一瞬间 有一个上下 对 从下往上的击球方式 王鹏好像也那样 呃 王鹏的后手没有那么高 呃 王鹏的后手啊 呃 明显地 高出一大截 但不能说是 他存在了某些毛病或者问题 而是说他的习惯 已经自然形成 他姿势就适合 对 大家你看 看到了他那个球肝离库边的动作 到最后出肝的动作 最后出完肝延伸的过程当中 球肝才慢慢地降下来 嗯 跟库边的相对平行 他是就是这种很明显的 应该是三号球 哦 中带的三号球 看看如何能调好五号球的位置 目前这个角度很难把打进五号 很难把一号球处理活 这也需要一定的运气 如果力量稍稍大了呢 赌球跑了就会远 力量小了还踢不动 他想利用五号保镜 用十一号来把一号球带活 但是小力就怕带不动 还是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如何去撞破一号 嗯 而忽略了进球的目的 这看对玩意来讲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觉得两个人对战 就是整盘球的观念都没有大问题 就是从细节上去找一些原因 如果谁注重的细节更合理 那么谁就会战先手 或者赢得最终的比赛 那么大局观呢 每个人都可以掌握 比方说有五六颗活球 都是活球的话 你也能可以做到很轻松的倾台 我也可以做到 那么比的就是最后那一颗关键球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一定要从细节 包括用这六颗球 每个球的衔接的关系 围绕的这一颗球来打 何时即打 或者是提前处理 或者最后处理 都要讲究一个合理性 所以说 这就是八球的特点 王鹏的这方面细节呢 做得足够好 但是这两盘球做得不够好 这两盘球再处理起来 还是没有处理得很清晰 也就是说 他老是把难度留在最后去解决 当时的局面 他没有说提前去停一停 让对方先打了 或者是说 再重新想一种其他的思路 把难度留在最后 其实对球手比赛的状态来讲 压力会非常大 确实是这样 王鹏这竿没有追求精准的交位 而是说叫到一个够打的位置 15号 这竿不是很明显 看样子10号像是传球 但是是在击打15号 默认胞胎肯定是15号的 这竿就是考虑的不是很仔细 王鹏可以再考虑细致一点 打进了之后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去K球或者交位的话 白球走到一个相对更容易防守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这一堆球 如果要是打一个包边任何一颗球 想做到对方的话 非常容易 王鹏最该没有办法 还是选择了进攻 但是很难做到5号球的位置 现在两种选择 一是勾一裤 把5号球勾进或者是养到洞口 第二种方案就是5号球反弹 左下方抵带 争取让5号球至少不尽 要堵住洞口的一个力度 看王鹏最该之后的效果 而且这次见到王鹏以后 感觉到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他的心态 大家看到王鹏很明显的已经瘦下来了 因为他健身了一个月 真正的是健身教练 也就是身边的朋友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 叫他起床 开始如何的去跑步 健身锻炼身体 营养的搭配 吃的几乎是那种很素的 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 他瘦了15斤 大家可以看到跟以往的视频 王鹏明显的就瘦下来了 是是 我觉得这是我为他高兴的 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了 因为胖与瘦并不是说代表好看与难看 只是也不代表球打的一定会好或者差 但是如果瘦下来能让身体更健康 打球的精力会更完整 发挥出来 能够长时间的集中精神 对 而且我很高兴 因为之前我也在做这方面 我也想瘦下来嘛 您已经足够瘦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减肥 人的精力也才够 如果要是胖的话 包括每天的住期时间 生活都不规律 都会影响打球的状态 持久性不够 确实是这样 我自己也有体会 在打工的时候 生活很规律 每天骑车上下班这样锻炼身体 每天到七八个小时球都不会觉得累的 稍微一休息几天就不行了 好 这板球王爷获得了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 从局面上来看 王鹏一直处于被动的 刚刚 大王子给小王子 递了一瓶 放点水 因为我们沙拉私底下的关系 非常的好 我们沙拉私底下的关系 非常的好 在一起吃饭 一起做 一起聊天 包括一起练球 平时主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两个人对练球的 这个程度啊 非常的深 也就是说 他们早上起来 大概在七八点钟起来 吃完早点 一直练球 能练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练这么长时间 对 可以不吃饭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直接叫外卖 主要以练球为主 这种毅力 因为台球需要一种熟练度嘛 对 熟练度一旦失去了 手感就会失去 之后一系列的自信心了 状态了 都会慢慢的消失掉 所以说为了保持这个状态 保持这个成绩 就需要一直的 通过熟练的训练 来完成这个效果 况且比赛的时候 还发挥不出百分之百的水平 我记得是您说出来的吧 就是说那种 A状态是练球状态 B状态是正常状态 好像是您提起来过 咱们再解说中 其实这个状态来讲 其实跟技术水平呢 有一定关系 但完全不是由技术水平来决定的 包括这一大比赛呢 我深深的认识到了一点 一种心态 怎样的心态 才能让自己发挥的 这个球技啊 更完美 更合理 那么这种心态呢 就是一种对 受的认真的程度 对球的理解 其实对球的理解 还不是说 是对 自我的一个了解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你的心态 自我的调整 包括他的大局观 包括一些细节 细节做到了之后 大局观也都没有问题了 包括在处理球 像这个局面来讲 这个局面来讲 他现在能找到重点球 衔接的也非常好 那么他就能获得了更好的先机 也就是说能把球打得更完美 更轻松一些 那么如果他这一杆 就没有及时的做到9号 或者是给自己做到障碍了 那么他心态就会有变化 之后一系列的小细节 包括他的大局观 都会产生变化 连锁反应 对 好 这个力度 还可以 现在也好像已经掌握了 这个十号绒的速度了 适应的真快 水平到了这个程度 适应慢的话 就打不进决赛 好 没问题 现在力度完全的控制 掌握得非常的好 看王鹏经过前几盘的失误 算是失败吧 嗯 又来 老师在比较关键的一级上出现了问题 这几盘球都是这样 真的很关键 这几颗球进了14号就可以轻松的做到10号球的中段 可能需要 这几会场下需要好好调整一下王鹏的心理状态 可能是太想赢了 导致的打法没有问题 而是在关键球处理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点点心里面没有放开 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看看王鹏这一局的话 他的难度球一颗6号球 现在看看5号球 如果先调整到6号 或者是其他的一颗衔接球 这一局王鹏拿下的几率还是非常的大 好 没问题 那我没想到是一颗撞6号球的效果 那这个球还是先打6号 直接做到1号球 右上方的底带 好 没问题 空心肉弹 好 一个中高杆 弹库登起 那这颗球应该顺序是打3-2 这样的话省略了来回走的步伐 可以更轻松的按照顺序完成 3-2-4-8 角度没问题 尽量用2号把4号球调直 好 一口弹起 弹出还是有一点角度啊 弹直的话只需要定在那里就可以做到8号 看王鹏是不是要轻推 还是弹一口 8号球中带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几盘球都是因为王鹏的失误 给王鹏留下了很好的 来看看王鹏的心态会不会有变化 获得冠军的话有3000分的积分 现在两人的积分差距足够大 就算这一场王鹏输了 他也是今年的黑拔王了 对 可能网友分析过 王鹏这次来报名参赛 而上去就输掉的话 他也是今年的中拔王 然后报名参赛输掉都是中拔王 对 他的积分已经远远超出第二名将近3000分 而且他这次报名上去就输掉的话 他还有600的积分 但是 但是从私人的角度来讲啊 咱中拔连拿两次或者三次的同一个人获得冠军的 还没有 所以说我比较 嗯 从个人观点比较希望看到这一幕 对 还没有过三连冠 对 嗯 平时看王鹏打决赛啊 包括打比赛的时候 很少看到他很轻松的能站得到先手 他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选手 对对 嗯 对盘球 还是 王鹏先上手 看看这个角度 嗯 刚刚是想把库边的花色球撞起 但是干法不够低 这个时候要提前解决呢 也可以 再等一干 如果要还是继续进攻的话 呃 一旦跟前三盘出现同样的问题 所以又是处于下风了 超强的稳定性 没问题 现在看看要不要先打中带球 叫到14号球 来 可以打这个库边球 如果不着急的话 可以15号球向上一推 做到9号 9号 利用9号滴杆或者是弹衣裤 来撞到啊 古边 古边的那颗索球 现在 K9的话也 也算合理 感觉这一干出现了一点问题啊 好像 稍稍蹦起来一下 感觉有 嗯 比较不太明显的经验 嗯 他过去刚才凉了一下 您 觉得他是凉什么呢 呃 故意 可能是为故意叫成这种薄的角度 自然的 在不发力和不下 呃 特别难的干法的前提下 薄劲可以自然的一库弹起来K到这个子丘 哎呀 运气是不是差了点 K的 K的非常完美 嗯 首先 这个力度呢 再小一些或者再大一些都是非常合理的 嗯 应该问题不大 还是可以先打9号球 嗯 不是9号 这颗球 嗯 看这颗库边球 他要不要去 拼交位 还是拼准度 现在由他来选择 嗯 嗯 嗯 在这个时候又想交位又想准度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 呃 一些不应该的事物吧 如果单纯的为了进球 如果单纯的为了进球 而打的话成功率会反而会更高一些 现在又是剩下了两个球 嗯 啊 一放 趴下 逛一个发力 就灌进了 这是一种 嗯 很强的一个信念 足够的信心才能完成的 很多时候在打球 遇到了某颗球 在比赛还是平常玩的时候 他首先 嗯 自己对这个球的认识就不够 信心首先不够 他打起来的那个状态啊 呃 都不足以 是吧 让这个球成功率非常高 所以说我觉得 技术也是一方面 首先对这个球的 呃 对自己技术的了解 掌握 哦 王爷这杆球 嗯 看的目 目标很明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要K球 但是所出杆的动作和所下的杆法 呃 稍稍有一点点的误差 呃 这杆球如果是 呃 想赢的话其实也很容易 呃 轻轻的 主球碰到四号球 之后跟七号球相贴 对于 目前 他们俩的状态 这种球打防守应该没有问题 二号球中带 哦 二号关中 虽然也是有一点点 呃 呃 这杆球 稀微能看到一点啊 就是王延 呃 还是这盘球打的是纯进攻的一个 一个套路啊 嗯 他想 用气势先压抖一下这 啊 就打痛快球嘛 哎 嗯 呃 力量稍稍大了些 这样的话要弹几颗星来跑八号球的 难度 难度因为二号球啊 在这受到了 线路的阻碍 看看能不能可以利用干法与力度 必然开二号球 嗯 嗯 还是没有别人开 嗯 嗯 这颗球应该是打 呃 要是打借下的话很危险 这样的话容易把七号与四号球都给打活 八号球抵袋 您看这颗球如果要是 翻底带容易双K的话 可不可以三酷翻右下角的底带呢 那那样太复杂了 嗯 对这个更长 就是 球一直更长时间的在运动 所那个判断的对 产生误差会更大一些 哇 这杆球 这杆球 效果真的非常好 哈哈 彻底涨在中间 我觉得 万元可以尝试一下三号球 去调尾 现在还有角度可以调 现在拿三号直接去调七号球中带 好打三号底带 对 三号球中带 呃 就是说呃 叫七号球中带 对 现在弹一扣回来 往八号的力度上去停 做到了七号主要不成成厚思诺 就可以成功的完成 这盘经典的青台 看他是否这样 先去想七号球中带 这球没有必要想去K 搭底带也算合理 中带的话 不要奔K打 哦 呃 旋转带多了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线路 是完全一个吃库 加上旋转来产生效果 如果刚刚王岩把旋转降低 这样的话 直接主球直奔 呃 八号去撞的那个线路 而力度要停在八号附近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做到七号 好 因为刚刚这盘球 如果要先做到四号球 或者二号球的话 对于七号球都不利 就是说直接拿三号球 找七号球的重点 这是呃进攻的一个思路啊 平时打的时候被赢打 可能会有很多种的方案 好继续进攻非常的准 看看小王子这盘球 可不可以 我现在 我现在正在想 会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嗯 看看翻哪颗更合理 翻七的话要打一个薄鞭 啊 还是七号 正翻的话是不够了 稍微要 控制一下 白球的力度 嗯 嗯 这个想法 是这样想的 但是力度完全的结合不到 因为力度一旦 大的话 是不忍 这个球的效果 是不允许做到四号球的 第四球 恭喜王鹏 获得了一局 拿下了一个关键的一局 嗯 现在的前四局啊 比分是三比一 大家也看到 刚刚王鹏每一竿都有占先手的机会 而是因为关键球的处理 导致着没有完成 嗯 他本来的一个想法 被王鹏 直接逆转翻盘 那么通过 嗯 前四局的比赛呢 王鹏应该长了一些教训了 嗯 他可能对一些处理球的细节上 会更谨慎 嗯 这两个人应该是都不怕落后的 都有很强的逆转能力 王鹏嘛 呃 包括这次比赛 第五局 嗯 王鹏 逆转的陈强 那么王鹏呢 又是逆转的王鹏 看两个人 可能要达到 嗯 比较靠后的局数了 嗯 我也希望看到这样 看到这样的 非常的精彩 嗯 王鹏继续延续了炸第二颗球的效果 非常好 进了一颗九号球 嗯 这一打眼就看到 嗯 全色球明显不利于青台 而现在花色球 有一颗洞口球 看是否够薄下 嗯 看样子没问题 运气还好 现在右下方的 有一颗花色球 还算比较值 看看这颗球 最好先把 洞口的 那颗14号球先调好 漂亮 除非这个球叫到10号 可以撞到 呃 枯边的这颗 15号球 如果不可以的话 尽量还要先 把14号球处理掉 不要因为 一干的失误 导致了遗憾 现在目前 应该是 右方洞口的 那颗球是8号 对 应该是8号 刚刚王鹏看了一眼 15号中弹是否有下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它的本意 应该不会去 低杆撞到10号 撞到这个中带的 好 低杆右侧旋转 两颗星 哦 力量还是稍稍偏大 看王鹏刚才走过 右盘的心 有点不太近 可能台面上有人 台台下的观众 可能有人在走动 这个球我建议 15号反弹中带 或者是直接 15号球抵袋 哦 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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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推 养一看 他好像不是养 是打进去了 嗯 其实他打的准度 已经没有问题了 稍稍力度 欠缺一些 可能跟他的本意 还是有点相似的 如果他的本意 完全是奔得进攻打的话 他的这个球 进球的成功率 就会更偏高一些 他还是带着保守的一点 就是连攻带守的一杆 所以说出现这种效果 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把压力 转到王妍身上 看王妍是直接上来 打防守球 还是进攻 应该捧不到 这盘球 我还是建议王妍刚刚起手 先打一杆防守球 只要坐上15号 15号球 几段 就可以 因为这杆球拼得 几乎看起来没有 没有什么道理 嗯 像这样子的球 因为右下角 有很多对方的球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 是叫一个翻带 比较好 还是仍然去K这个黑八呢 呃 给我的感觉 这颗球中带直接有下 哦 直接有下 他应该会选择 去叫八号球中带 应该难度 如果主球调近一点 应该难度 并非很大 嗯 这个角度 你看到 其实还是 呃 有足够的 哎呦 进球点 第五局 王鹏受到 二比三 一分二比三 二比三 王鹏现在 再一点点的去找回状态 刚才那根黑八叫的真细啊 感觉王鹏每赢一局 眼神都比较无辜 比较迷茫的状态 那种 嗯 那样的表情 好像是 是要 是要做点什么 不知道怎么样 怎样去做 咱们这个赛制是 每几盘可以叫一个暂停 一共四个阶段 呃 是官方暂停 应该是八局一次暂停 八局一次 选手呢有一次自主暂停 嗯 那么刚刚王鹏 我感觉是在 好像是在等 怎么还没有暂停呢 哈哈哈 第六局 王鹏打球 其实啊就是说 说一个题外话 昨天我们吃完饭还说呢 这个解说要怎么样解说呢 我就想 我在底下 这边现场直播给他解说 我让他耳边 带一个脉 让他现场 边打球 边给我解说 哈哈哈 那不行了 你就提示他们了 哈哈哈 我我会干扰他 不是提示他 对对对 嗯 好像我记得就说 运动员戴耳麦的比赛 还真有 但是不是台球比赛 是 美式橄榄球的比赛 呃 在九球的比赛 不是不是 我说美式橄榄球啊 那么因为场地很丑 所以他们头盔里边就戴耳麦 互相之间说话 嗯 因为这样就是说 前一段杭州 举行了一个女子的比赛 还是那个 是那个 是混混双的比赛 呃 就出现了队友之间 戴上而卖 就是在 呃 我的队友 因为混双嘛 比方说女子上场了 我是他的队友 那么我说 这个球员怎么打 呃 就跟两个人商量来 这种方法是一样的 就不站起来了 对对对 这样的话 一节省时间 二说整体的效果也非常好 看看王鹏 这杆球局面并非很复杂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球都给化解 大家看看王鹏的后手的起手势 包括到出竿这一瞬间 啊 向下一延伸 嗯 像波脊搓了一下 是 这种方式啊 犯罪他已经十多年了 他已经养成习惯 所以说每一个呃 呃 选手啊 包括爱好者们 打球呢 最重要的 虽然是 一些呃 呃 知识啦 站位的一些动作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要呃 寻找一种适合自己 觉得能接受能习惯的一种动作 来打球 也不是说要刻意的去模仿 有些一些所谓的职业高手啊 他们的那些动作并不适合你 所以说建议呃 量力而行 认清自己的能力 与自己的身材的一些条件 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初干的方式 哦 看到没有 这这一排就 啊 五子连星 像平时训练的一种 像平时训练一种 舌彩的一种练习方法一样 好 刚刚这个角度给的非常的好 这次的导播是咱们 专门从央视请来的李老师 打球也是 都有二十多年了 他八十年代就打台球了 在李老师的导播非常的专业 哦 这根进攻球 连攻带手的手没有手好 看王鹏能不能抓住这根 可以算是 不说是唯一的机会吧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好机会 11号球的角度 可不可以 有点偏直 在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一名真正的球手 他良好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看看如何打 是对他最有利 最有利的一种方式 这个球可以 看来真是已经长到了 泰宁的速度 出干的手感已经回升了 可以不用撞球 直接轻轻的弹 向前走两颗球 好没有问题 拿起夹杆 建议他用夹杆 或者用他自己的家常小后把 王鹏呢 自己有一个家常的小后把 嗯 我也看到过 一个黑色的桶 好像那个桶还能拧一下 对 还可以拉长 王鹏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小家常后把 平时呢 咱们看 英式的斯诺克 会经常遇到这种家常的后把 套上然后再拧 我记得珍妮特里的杆 它是杆后边自带一个拧开往后加长的一个装置 对对对 当时我还找过这种杆 人家说不行 这是定做的 对 这种厂家都可以定做 只不是不让那个广大的这个爱好者 高好球 中段 好 没问题 王鹏也联系 王鹏说 现在就变成了想十四了 王鹏说过一句话呀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他说过了 甭管是局处抢多少 是抢九也好 还是抢十七也好 那么呢 如果他跟对方咬的比分比较近的话 那就是最后他会形成一个三局两胜的一个比分 那么到三局两胜以后 他会自我的调整心态 就剩三局两胜了 那么我的心脏比你大 我心态比你好 我就给你玩一个前二的比赛 他就有那种足够的气势来压倒对方 他这种心态调整的 自我调整的非常的合理 那么王鹏平常是一种什么方式来调整心态 我觉得王鹏平时喜爱游泳 也是平时在家里面也是自己做饭吃 包括他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嘛 就是说他的奶奶啊 年事已高 他跟他奶奶从小一块儿在一起生活 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每天他都要跟他奶奶通一次电话 我还一直不知道 他有时候赢了比赛是给谁打电话 现在可能真的是您说的他奶奶 对 他跟他奶奶的情感呢 可能会超出咱们想象 因为从小就是奶奶把王鹏给带大的 所以说王鹏呢 跟我们签完孟之队以后 几乎外面的除了搞活动 再出去住场的一些场所 他都选择了先拖一拖先不去 因为要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嘛 对 您这么一说我也有体会 因为我家我姥姥也大了 现在咱们再回到球台上来 好的 现在又是王鹏在主动 不光是把自己球打好 还要把对方球继续的 王鹏里带 王鹏啊 他自己说习近诗 但是他也学习近诗 对 其实没有错 这个球呢 他不能说是觉得打法坏于好 这肯定不是球品 这个就是正常的 对 这是正常的一个战术 没问题 这个角度虽然向下 但是如果这个球啊 要是没有二号球的话 应该会利用中带来撞击一下八号球 现在有二号 看看可不可以吃一裤 都一下八号 如果都不可行的话 最后只能叫八号球的这一代 还是想一裤 好没问题 虽然没有说很跟自己想想的差不多 要直接把八号球撞火 但是现在叫八已经不成问题了 比较方便了 因为对方也有一定的难度球 看这个球就没有必要去K八号 对 单独的去做到九号球的中段 好 也可以方便它下杆 这颗球呢 不要强求 呃 挽直的去做到八号球 挽回退 大概一尺左右的距离 八号球有单下就可以 如果这个角度 要强行去做直八号球的话 会有一定的风险 好 没问题 它完全利用了打点的偷点 也就是说 呃 偏离了正常的进球点 来行驶到二号球的附近 没问题 这杆球是用架杆 还是用架长榜 只要这颗球运用 养 推养的力量就可以 八号球 底带 这一盘球 王鹏用了三次的 架长后榜 看看 只要看最后出干的这一击 呃 明显的打薄了一些 可能跟刚刚的厚斯诺 够不着也有一定关系 看看现在之间的关系 七号有问题 还有枯边上这两个球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三颗难度球 先把四号球打进 把七号球的进球点让开 看四号球是否要先调到二号球 二号球 他要打七号球借下吗 如果很勉强的话 就不要打七号球借八号 七号球抵呆了 这是一个很担心的球 还可以 同样的角度 看这两个球的关系 如果拿三去撞 库边的两个球 不是很合理 呃 建议他还是拿二号球 直接弹一库 就看这一击完成的效果 呃 力量稍微轻了一些 产生高杆的一个弧线了 如果用中杆或者是加上一点力的话 分离角就不会这样 嗯 应该是打防守 二号球 中弹 看一下还是进攻 哦 很可惜 这堆球唯一的处理就是二号球 可以球的时候出现了 二号球 抵袋 前三排都是因为王鹏的失误 呃 王延抓住了机会 而这后几局啊 都是 也是王鹏出现了失误 而王延没有抓住机会再次赢 王鹏出现了凡超 这棋盘球还是没有打出那种激情来啊 大家可能会在中盘会看到两个人精彩的对局表演 他俩的马甲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 这都是我们孟之队统一做的 哦 包括衬衣 马甲 呃 包括西服 我们一整套的整套都是统一的 因为出现一些 活动啦 表演啦 开业啦 都是要我们统一招装的 但是我提一个建议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我们可以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一些招装的习惯 一些这样才能体现出每一位球手的个性 嗯 确实这个这个世界啊 有的时候个性跟共性啊 有时候不好拿捏 对对 第八局 王鹏开球 看看王鹏是否还是开第二棋 没问题 嗯 呃 大家看到了 开第二棵这杆球的局面炸的非常的完美了 呃 几乎球散的非常均匀 而且呃 大家在看到他炸第二棵球 主球呃 通过撞击裤一裤起来是一样的 一个平行线的效果 也就是说他控制的第二棵的力度与点位掌握得非常的熟练了 嗯 这次比赛啊 呃 开第二棵好像非常的流行 呃 第二棵球 首先进球的成功率会高 那么进球了就有可能就是可以在台面上继续击打 所以说呃 呃 关 可以从16彩球完全的控制主球的点位停留的话 不进球还是没有用 所以说这一次呃 大家都选择用最容易进球的方式去打球 呃 这盘球难度不大 呃 呃 可以现在用七号球 精准的撞到四号一个小包边 如果撞好了之后二号球还有下的话 那么这一盘球就解决掉了 现在打七来撞四 调到二号球 看看能不能完成这盘非常完美的一个效果 哦 呃 刮到一呃 它这盘选择了 应该看样子是选择了吃酷去来呃 挽回去刮这颗球的 嗯 如果真正的轻轻碰一下 主要让四和八分离开 嗯 就可以达到那种想要的效果 嗯 这盘球有点可适了 嗯 正在玩风 想往中带去调 嗯 出干的力量稍微有点软 看是否要把 哦 一干完成三颗球的目的 也就是说 一干球把这三颗球全都处理开 但是 现在 这个局面王岩上手的话 只有唯一的一颗 呃 十一号还在谷边 嗯 嗯 对王岩来讲应该问题不大 拉干一裤可以直接去调到这个谷边球 力量稍少小了一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觉得 呃 呃 它可以先上手打它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几颗球 都是有一些厚思诺 或者障碍球 两颗星弹起 好 现在 判断 十四号 可不可以直接 装一裤 停位 力量要是可以的话 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调位 一 二 两颗星起来 先调十一号 裤边的这颗球 嗯 这根看起来很明显的打点 出现了问题 不一定是 刚刚这颗球 瞄的就 那么厚 而是 在它 涂干的这一瞬间 不是 特别相信自己的瞄点 而及时做出了一个调整 导致了最后 这颗球 涂干外了 看王婆能不能抓住这颗机会 好 你可薄一些 不要厚 现在看看三颗五的关系 哪颗球 更 更容易较位吧 不能说哪颗球更容易好下 两颗球底带都有的话 现在就看它俩 谁更容易较位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去打三号 一个小地干 没问题 没问题 主球抓住了三号以后 直接快速地反映出 涂干的效果 好 没问题 所以王鹏连续拿下了五盘球 第八局 王鹏胜 一公 五五三 休息五分钟 好 现在是中场休息 好 没问题 好 我先认识 第九局 王文科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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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王文科長 如何把三號球 壹號球 處理好 現在看看他三號球 現在主要中彈是否有下 如果有下的話 現在打七號可以 裝到一號球 把力量控制小一些 效果沒問題 但是在這個時候 又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 集中力到底要放在K球上 還是放在進球上 王朋友考慮得非常周到了 這個球如果是沒有成功的話 給對方的機會 也不是非常的好 我也需要一顆平球的準度 現在漏下了機會了 現在七號球 七號球有下 這個球的角度呢 也非常的舒服 就看現在王鵬 在七號球打進之後 選擇叫哪一顆球 兩個人的失誤現在比較平凡 可能啊就是私底下的關係的影響啊 兩人打起來沒有那麼強的這種殺氣 打起來的球技呢 也不是目前看不到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進攻偏多 失誤也會多一些 比較不太情願處理三號球 現在估計要是打三號了 這看球主要的目的 不一定是要進攻 只要看白球的效果 看看白球的效果 嗯 不是很理想 沒有想到把局面搞得更複雜 我今天最理想的還是打洞口球的十一號 好 十五號做到 現在呢 關鍵球只是這一顆十五號 調好了之後 還有一顆庫邊球 用小粒 用小粒 短台的膠位 調到了中帶 現在可以用這顆中帶球 現在可以用這顆中帶球 去做骨邊上的 沒問題 角度稍稍調直了 現在是不是能打九號呢 因為九號底帶也有下 它現在不至於九號就一定要打中帶 現在看這顆白球調十四號的位置 不用裝酷 一定 看這顆球 就沒有必要再把中帶調了 底帶完全有下 球桿立起來 不需要吃酷 直接停在九號球與底帶對直的對調線 好沒問題 好 手感又回來了 高球底帶 因為到決賽兩個球手必須要放開 打出的球就是非常漂亮 第九局 王元壽 比分四第五 畫面上看到了 右下角是女子決賽的裁判員 吉林省台球協會的彭沖 那麼這場比賽的裁判員呢 是內蒙台協的人蕾 看咱們的這 決賽的裁判 小伙子長得非常的驚人 兩個人都在及時的調整狀態 王元壽 王元壹然是在右側炸第一顆球 王鵬是在左側炸第二顆球 兩種炸法完全不一樣 第四局王元壽球 讓對方也無法一竿直勝的機會 而王鵬這種進球率非常高 這一次王元壹炸了 他也看到了炸第二顆球的好處 但是畢竟沒有平時熟練的去專門訓練過 所以說炸第二顆球只是形象 一不像吧 就是說炸出來只是一種方式 而王鵬炸第二顆球的這種熟練度已經非常的高了 但是很輕鬆 我記得上一場王元炸了一竿 類似於小鳥蟲的效果 也就是說很隨意的一竿 但是他的那個局面分散的效果 要比發力炸效果還要好 所以說很多時候呢 中球不一定說力量大 就一定炸的散 或者是有球技 而是需要一種很巧妙的力量 與身體的動作結合 才能把局面炸得非常合理 現在他看到一個關鍵球 看是否打進來能把14號 還有他附近的球銜接好 這根球的 應該是想法沒問題 他想環繞出兩三顆星 繞出來較到其中的一顆位置 現在看中袋是否有下 這個角度看得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完全有下 不過王妍接乾球 機動力還是沒有放在進球上 好 直接叫到了 因為全場上關鍵的一顆 六號球 看看王妍的這根竹竹竿是否順暢 沒問題 空心肉帶 力量調的也非常的舒服 好 現在 現在 打完這顆球的中袋 五號球的中袋 就可以想調七號球的角度 看看是否要拉一褲 彈起就到七號球 好 沒問題 看看這顆球 看看這顆球的關鍵了 條一號球 是用一顆星 中肝中立 交道 還是說用兩顆星 高肝 彈酷滑起來的效果 看看王蓬的手感 兩顆星 自然的滑起 防篷這根球呢 沒有加上任何的旋轉 只是一個中高肝 自然的向上 行進的一個線路 屬於鑽石自然走位 因為角度調得好 就不需要加上任何的看法 用入射角來調整 反射的敵 反射角 第十隻王鵬色 一分六比四 王鵬獲得領先兩盤的優勢 今年的戰績啊 王鵬不是成績也並非很理想 因為打了兩次的前十六 這一戰呢 他成績調整好 可能之前呢 頭半年家裡面也出現了一些事情 確實會影響狀態 而這一戰的比賽呢 王鵬一路上來也是很坎坷的 出現了幾次的賽點 就是說雙賽點9比8 或者是11比10這樣的比分 也是對他心裡面一個極大的考驗 因為他 從球技上來講 屬於穩扎穩打型 技術很全面 拱手兼備的 對 有一些單純的技術上的調整啊 因為可能平時大家不了解 平時我們跟王鵬練球的時候 王鵬的交位的技術是 練習叫點的 而不是說叫面 把這一方面 把這一側去叫 而是王鵬 平時交位的習慣是 只往那一個點上去叫 他交位的心理程度啊 完全取決於他的心態與球杆 而不是技術啊 因為他現在對球杆的要求 與心態要求的非常的嚴格 嗯 又是炸了第二顆 對 講一個題外話很有意思啊 王鵬在 上一站 溫州站的時候 大上一站 他 我們四節練球的時候 我老衝第一顆球嘛 在中間 他也知道效果非常好 平時說我的衝球非常的 霸道非常的有力嘛 後來之後他也想去 模仿想去學 但是做不到 他說前一段 衝球的時候 腰被扭到了 他這根幹 我聽他說好像只是幾百塊錢的一根幹 在他買的那個時代 是這樣的 他呢 對肝的要求啊 反倒會很高 不是說球肝的貴於便宜 而是他要求的性能呢 像通肝 也就是說像毒肝的那樣的力 而不是說像 咱們這常見的 九球肝用兩截的 或者是幾截的球肝 他喜歡用通肝那種很 通透的力 不需要有太大的彈性 他是完全 因為他的氣球動作 咱看到了 完全是靠 出肝的這一瞬間的氣球動作 來完成的效果 看他打低肝的時候 瞄的點 如果真的吐過去的話 就是刺槍的 對 他不需要很彈的一些 幹法 很彈的效果 只需要很扎實的 靠出肝的動作來完成交位 這根贏得非常的流暢 這根贏得很大的 第十一局 黃鴻聖 比分7比4 開球清台一次 清台一次 因為這一次比賽 我看到了 有一位球手 叫劉闖 他打出了一個 街清聯盟3的 一個高質量的清台 在之前 我們都誤以為 劉闖 這次打出了一個 聯盟4的一個球 後來 西西的一位 是一個 街清三個炸情 很可惜 很可惜 對 因為可能在上次北京戰 不知道你是否記得 我對李輝的一場比賽 對 對 也是一個上 起手聯盟3 最後因為第四個 從球沒有解 嗯 我覺得 目前來看 大家的實力 都有 聯盟4以上的能力 而唯一 問題 就出現在 衝球上 對 衝球現在是 連進四盤的 衝球的能力 目前都沒有人能保證 看看王鵬 歷史上 王鵬也有過聯盟 大家看到了 這一竿呢 衝球是一竿 衝第二個球 非常標準的一個 衝球 進球的方案 呃 右下角的底袋 和 彈一酷 反彈進中袋 是開第二個球 呃 如果 呃 開第二個球 包括力量和打點 沒問題的話 這是一竿非常正規的 進球的 兩個 教科書式的一竿 對 教科書就是 一這種衝球方式 一衝就是 右下方的底袋 和一顆反彈的中袋 直接進 進袋的一竿球 看看王鵬 漂亮 這竿球 呃 完全是按照他本意來的 打進 直接 把五號球 庫邊球替活 看 現在看看 二號球 你三號也夠 這個局面 非常容易 看看二號球 他選擇 是輕推 還是 立即來打 嗯 角度不合理 二球輕推的話 叫一號 其實也可以 看看他就敢選擇 打六號球 看看兩顆星 應該 一號 還有五號 都沒有問題 嗯 還是一號 三 那這半球 清起來 就怎麼清都有零了 七 七完了 應該就叫五號了 這個七呢 應該不會去叫二號 回退一些 調到五號球 偏薄一點的角度 不要調直 好 利用五號球 薄緊 自然的彈音庫 起來 調到二號 如果要調 把五號調直的話 需要下低竿去調二號 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力度上的控制有一定難 好 沒問題 所以 黃鵬這兩盤 贏得是非常的輕鬆 還是跟 衝球的局面 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說一顆 好的衝球的局面 可以讓選手 打起來更輕鬆一些 八號球 中帶 漂亮 現在可以感覺到 把 本的聯合四的這種方式 起來 開球真是一項非常有魅力的運動 在我們解說的這個調音室裡邊 我們的美女工作人員也是在認真地看這個比賽 我剛才也了解了一下 他平常並不打彩球的 但是也跟我們一起來 觀看比賽 看來以後也有機會也可以打到彩球嘛 看咱們這次座椅設計的也非常的獨特啊 一對一左一右 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椅子啊 我也上過TV台 我也坐了 手架不是很舒服 也就是說 手放在上面啊 比較硌的話 不是 感覺有點怪異 可能還是不習慣吧 但是 從那個拍攝的角度來看 非常的漂亮 王鵬開球 看看王鵬能不能再一次讓大家更多的驚喜 很可惜 幾處危險的地方 可能王鵬這一肝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想繼續聯摸 這肝開起來 從他的表情與除肝的動作都是很隨意 很可惜我們期待的聯摸4 就這樣就沒有了 沒關係啊 局數還夠 對 局數是夠 看看王鵬現在能不能 把狀態重新找回來 這一肝球 看起來有點頭疼 他打盡所想的交易的目的 已經 跟球 這局球本意 應該有點不是很搭 應該剛剛那個球打進了之後 調到10號球的角度 之後利用10號球 去把庫邊球的那個色球 轉開更好一些 大家感覺庫邊那顆球 有單獨下底帶的線路 可以利用11號先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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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人的問題 還說兩號 olsa也沒問題 還得需要交位 安全 完全是為了走下一顆球位 導致了失誤 好像是戒得厚了一點 對戒厚了 这包的话 白球不会弹起来 照到时候就这么舒服的位置 所以说在这种选择上 你到底是要进球 还是为了要交位 一定要提前想好 这个 看的目的不是很明确 那么就是 打那个球应该是奔着K5号去的 没想到撞到中带的带脚 现在其实5号球难度都不是很大 现在主要问题是 是否要留1号球 最后做8号用 现在拿3准备撞一下5号 漂亮 没问题 现在的关系就是 这颗5号球 先调1号还是先调4号 好像尴尬的 这盘球的目的还不是很明确 像这盘球是晚1的那个方向去 但不像是教义 因为力度要偏大 因为力度要偏大 够像 弹一裤起来 不要太直 这样的话可以利用地杆 阻球 退回到14的平行面上 对 就是他现在披头放的位置 对 就是他现在披头放的位置 只要8号球够薄 成功几率就会能达到7-80% 好 没问题 8号球 抵袋 过来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 并不能 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不过是对他的 一种视觉感 看看他要 哎呀 第十三局 王元胜 这杆球 可能他之前打薄一刻 是这样的 我的体会是这样 他可能是想打得漂亮一点 觉得这将近前不到十局 打出了比较沉闷的球 他想完全的把这个局数打得漂亮一些 而最后8球 大家都清楚的 已经认为到 青青会推仰一杆 不仅仅是仰洞口 但是他还是想追求的更漂亮一些吧 可能跟放松也有一定关系 这个还很可惜 赶紧两个人的状态及时调整 把这个比赛的气氛再重新调整回高潮 第十四局 王岩开球 好像镜头里好长时间没有王岩了 嗯 那三盘球了 中秋没有进 看一看这盘球的选择 全色球 六号球有下 只需一个定杆 做到四号球 还是因为手架和身体啊 协调 没有协调好 出现了触干拐的动作 好 十五的角度向下 可以提前做到九号球 好 上方的九号球做到 一个小中低杆 以轻推 交到附近的十四号 还是加上了杆法与力量 其实这个角度 用轻推的方式 一样可以调的 两个人的集中力有点不够 看来是要包装带啊 包装带要从八的 八一五的缝隙 钻起来 对的 叫到了七号 七号一旦调直 还可以跟一号就显接上 那这干就是干法比较细腻了 看看是否有空心肉带的可能 没有的话 接下来也不是非常难 好球 本身一号有一点角度 看看能不能直接调到六号球 好 后手抬高 打一个东击杆 四灯的力量 改变了正常高杆的 一个线路 对 这可能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打了 我要是打刚才那个球 我宁可六号球较的远一些 也不敢抬那么高 有些人呢 把难度先处理 有的人要留在最后处理 这就是关键不同 其实 如果你的准度稳定性够的话 怎么打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打球的关键就是 如果每一颗球都讲究交位的话 都要调到至少摆自由球的位置上 而不是说 我调到了这条线或这个面 这一干的下的干法 还是略显粗糙了一些 五号球中袋不够 还得人用利用四号球 看看能否撞到八号 如果撞不到的话 直接把力量卸掉 直接弹困 起来 反赛 哎呦 不知道能不能过了 其实这盘球不需要加反赛 用低杆把力量减速 五号球 底带 好 看这杆出杆的 出杆的力道 速度 没问题 非常漂亮 八号球中袋 好 王鹏 大家刚才能拥剪看到 这是一颗炸弹球 而王鹏没有换跳杆 直接利用他自己的打杆 后手抬高 依然一样可以做到跳球的效果 因为挡住的不是面积不是很大 就挡住的稍稍一点 小高度 对 对 比分变成9比5 嗯 嗯 盲鹏呢 可能在中盘打出了几盘漂亮球 但是 跟我想中的两人的这个 呃 竞技的状态 还是有一点差异 嗯 感觉好像是 不够激烈 没有到达 比较好的状态 对 可能自己也跟平时两人 呃 比较熟 所以也 放不开打的那种 或者说可能就是 太放得开了 士气没有那么高涨 对 对 没有一个敌对的一个关系 情绪 对 第二个球好处呢 是容易进球 不好处的就是局面 嗯 不是很确定啊 对 没谱 有的时候局面 有某一方的局势非常好 有一方的局势死球一片 看王源的心气 是何时能提高上来 现在他俩这种状态 师傅就是您以前 以前说到的 对胜利不是那么渴望而造成的那种比赛状态的不好 对 这样 他俩的今天这场球 还 嗯 赶不上平时练球的状态 嗯 本身已经放松了 属于那种得比之战吧 嗯 胜利会失嘛 但是 这种的状态 不见得会打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 嗯 两个人的关系也好 还是 从那种 嗯 胜负已经无所谓的 时候啊 打起那个球来 应该会更好看 但反倒 因为两个人这个调整的不够 不是很及时吧 导致的 现在看起来 王源有一点点的对蜜 看王源能不能把 那种 会杀人的这种眼神 哎 对对对 那种 给展露出来 哦 力量 稍稍大了一些 有点猴死诺 看这个球 推下 嗯 主要白球不落袋 13号 轻轻的 推进 主球不要落袋 没问题 好的 判断一下 是打12号 低竿拉回来 还是打15号 弹一酷起来 在这个选择上 看他如何选择 弹一酷起 但是 有一颗障碍 7号 没想到撞到了7号 还是一颗 12号 保底带 看他的稳定性 稳度没问题 但是白球白带了 如果扑下低竿呢 可能会多跑几酷 会调到 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 但低竿 有点拼了 那这个局面呢 对王鹏非常不利 但是 王鹏要是 纯是奔赢打的一个 呃 思路的话 应该也不是非常难 连打待K 现在王鹏是想打 7号球 看看是否要把 10号球K死 呃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他打起来 心里会更有底 那平时 呃 大家面对这个局面的话 都是呃 奔着K自己的球 去打 那么现在 他心里面 心理踏实了 之后他再打起球来的话 那种 战术的运用 就会更合理了 这也是值得 大家学习的一种 呃 打球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时候可以不要漂亮的方式 可以采用一些防守 好 一杆 打活了三颗球 效果非常不错 同时打活了三颗球 还利用了八号球 把对方的球坐上 这种防守 看似简单 其实 这里面的想法啊 非常的复杂 看王爷能不能 争取 再给王鹏一些压力 就是说 把这个球 这次要养到洞口 稍稍薄了一些 王鹏还是进攻 打二号还是想做到三号球 白球 白球依然是 晚八号的附近跑 非常漂亮 嗯 这下王鹏 进攻的机会 看不到了 看王鹏的想法 能包到十号的边 好像是能整颗 如果他再加上右赛 该不会要 戒四号翻底单 翻规 从他刚刚瞄球的 那个角度 我看就不够 但是我不知道 他修正了加赛的方式 没有 看样子也没有 自由球 有点不太冷静 看这一杆 王鹏的打算 打金钟袋 利用角度球 把三号球替货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又拿下了 对 出干的这个爽朗的程度 大家也看到了 很痛快 拿四号球 依然调三号球中袋 有点不舒服 可以 好 没问题 力量稍稍小了一些 问题不大 王鹏这个球 还是中袋下地干 弹两库起来 又是一个地干 好 没问题 八号球 敌弹 调得非常的舒服 第十五 王鹏涉 一分 十五 拿下了第十局 现在是 抢七 和 抢十二 大家可能都期待 王鹏涨的翻盘的能力 我也在期待着 什么时候 能够 雄起 通过这几盘球 明显看出 你的状态的差异 王鹏涨刚刚还在打哈 去 王鹏涨越战越勇 平时呢 两人练球的风格啊 王鹏 与王鹏 都属于那种很稳健 稳达稳打型的 他们没有太多华丽的 个安法 主要是 迎球为目的的一种 技术方式 那么呢 现在有一些人呢 没有深刻的认清 自己的 到底要什么 也就是说 你是要漂亮的球技 还是要比赛的成绩 两者都想得呢 那是可能将来 会有这样的成熟 但是现在你必须 得选择 一种更适合自己的 一个击球的 一个方式 那么追求完美的人呢 可能对于比赛来讲呢 不太适合 他很多的 打法的观念 跟比赛结合的话 比赛时候 就会失误率 会偏高一些 嗯 这盘球又看出来 王鹏 占了很有力的 一个优势 看看能不能打9号 先调到10号球 呃 右方的中带 如果角度 不合理的话 就先打10号 其实这个球 如可以先打15号 也可以 先打15号 中带 中带附近的 那个15号 底带一定的 再打9号也可以 看是否这个球 直接做到10号 嗯 应该完全有下 嗯 它是利用 K球来挺球 好 一个小滴杆 会退一些 没问题 好像 好像叫的角度 有点偏直 好 一个 中竿 灯力 叫到了中带 这材15号 退的稍微 多一些 好 没问题 两个球都有角度 还是先打上面的 还是先打上面的 好 中竿弹一括 有角度 嗯 8号球 中带 非常的精准的角位 已经放开了 已经打这么多局 对 好 中场休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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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官方暂停结束 两个人休息的时候调整一下状态 第17局王鹏开球 看看王妍这一局有没有好的表现 大家还是依然看到王鹏从第二个球 直接还是弹一裤进了一个中代球 还是一个标准的开第二个球的一个方式 还是选择想选择花色球 继续拿他的家常小后把 为什么叫小后把 因为有一个家常的套筒比较大 这种是类似于打斯诺克的一个小后把 这颗球先调到了9号位 现在看看有一颗相对来说难度的14号 是否要借4号球金钟弹 如果单独有下的话更好 打9直接叫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借下 看样子好像直接中代有下 这颗球应该是完全有下的 只不过在想力度的时候 分散了进球的精力 看王鹏能不能抓住这盘机会 孟岩鹏选择了一个低杆 调到了5号球 准备要把对方的动口球借下 还是选择轻推 好 看到了2号球 这些 台库直接做到了 嗯 这个有点危险 好 依然是拿6继续调另外一颗难度就3 3号 3号这个球只需要 呃 定在那里 就可以跟4号球 有一个很好的较位 嗯 嘴干 粗干明显快了一些 现在看王鹏是否要打15号球中代 利用2颗星把3号球踢跑 这样10号球才能让出效果来 好 他准备用2颗星和3颗星 看能否踢到 追干球 嗯 如果不打薄的话 应该是两个的线路 对 嗯 整体感觉两个人出干还是有点偏快 没问题了 好 现在看看王鹏的冲球局 8号球中代 第17局 王颜色 比分红之后 6比11 王鹏先扳回了一局 咱们趁着那个裁判员摆球的时间 强调一下赛场纪远 我们观众 请把手机调成震动 或者静音状态 在球员打球的时候 请不要来回所动 所以请不要再观众席说话 谢谢大家配合 从那个北京站 看出了那个王鹏的状态 非常的良好 王鹏呢 在大比分落后小球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大逆转 王鹏开始 也就是说完全的能证明出 王鹏的心态 还有那个对自己的信心的一个掌握 从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 王鹏的表情并没有显示出 他的那个杀技 有股倦意 对 还是可能跟对手打球 要出现真的需要一点点的敌意和杀气 才能把他自己的那个状态才能调节上来 那王鹏利用七号球中带 试试看能不能把枯边的这两个四球 一干都处理开 他应该还要找机会去把八号球替火 稍稍薄了一些 稍稍差一点点 力量和线路没有问题 六号球底带 好 先传一下 孙师弹起 看看能不能二号球继续打到 没问题 这干就二号球就需要调好四号球的角度 中带调好角度之后 孙师用一个低杆来K到八号球 现在关键球就是二号球 调四号球的角度 没问题 中带打进 一个低杆 如果这杆球最完美的效果是先喷酷 刮到八号球 可以让五号球还留在洞口附近 不要先撞到八 先刮到库 漂亮 一干运气稍稍差了一些啊 但是刮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看看能不能利用加旋转 交到一号球 左上方的底带 这个球好像从 一号球左边 洞口有下 右边的话被八号阻挡 看看如果在不K球的前提下 能不能直接做到 这一看就有点欠缺考虑了 刚才那种情况 如果实在钻不过去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 哪怕加一点点左塞 然后用高杆出弧线来K一下 绕过十四 可以 完全合理的 但是当时的 他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 对方进攻也会有一点的压力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看网鹏这一干 中带球 要不要下低竿 把一号球打进中带 看这一干就无需必然开十号了 直接打底带 非常的有信心 看到王鹏的脸呢 有一点红韵的感觉 他每一次非常投入的时候啊 都会脸上泛红 也就是说他的血液了 包括他的这个 他的状态来了 马上就会体现出来了 王鹏这干一号球处理得非常的果断 本意呢 从我这边的镜头看 包中带用低竿撞实来停球 也可以 但是他有足够的信心 底带 鱼库弹起 下到了八号 这是越胆越勇啊 对于王鹏这样的选手 还是尽量的少失误 少出现太大的失误 不给对手留下机会 因为王鹏的 王鹏啊 王鹏都是汗 第十九次 王鹏开球 给了一个大特写 这盘球 王鹏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选择画色球 目前花色全色 各有一颗蓝点 现在王鹏就找机会 调到角度去K到 湖边的一个难度球 王鹏要打全色球 调到三号去撞 这盘球力度一定要 恰到好处 力量太轻的话 进完了之后没有位 所以说这盘球 撞起来之后 主球还要再弹起 非常漂亮 看目前 四号球的角度 能不能低杆拉回来 撞到八号 如果可以的话 实际杆非常完美的效果 好 没问题 还有六号可以先接 角度既然已经产生 可以撞八的效果 他们一般的球手 都会选择直接去撞到 铁球 虽然是铁球啊 不过裁判员看到 他根本不打 也就没有必要去干扰 选手的节奏了 这盘球的想法没问题 谈一哭起来叫到二号 但是 他的本意是想打进之后 撞到九号来停球 不是九号 十号球 十号球 这盘又是对方朋友力 只需要中代球推进 先叫到一颗相对来说好打的球 九号球 一个小低杆 他用推杆先做到上方 先做库边的这个 也可以 现在就寻找机会 看如何哪颗球能 交到一个非常理想的 K球的角度 不会现在去K吧 不会不会 目前十号球的角度可以K 但是 看看他现在想的先后顺序 还是选择了先K K到之后 主球争取谈一哭 单独的把库边球刮起来 还是先碰到球了 还可以够 中代有下 好 十三号 自然一哭 弹起 交到十五 还有 利用低杆 还是弹一哭 对 很多时候啊 在打推球的时候 不一定要打高杆 白球就会往前跑 很多时候为了让主球跑起来的速度 与扎实的稳定的程度 会用中杆 中低杆 去来推 关键是接触瞬间 是往前滚的 对 然后跟速度再一结合就行了 好 没问题 八号球 中代 第十九局 王鹏胜 比分 十三比六 现在 应该说已经非常危险了 王鹏 现在的气势啊 一直在于主动圈 王鹏呢 打起来 状态依然没有回升 又是一瓶水 第二十局 王鹏开球 看他摆的这个跟库边的距离 应该是第二颗 这盘球局面非常的好 也有一颗难度球 现在每颗球都有单独的进球的角度 全色球还可以 如果现在打七号 七号的话 不需要开任何球 好 非常棒 力量 看六号球有没有就带下六号 完全有 力道真是很厉害 咱们要什么他都能给到 好 灯一裤起来 现在是三号 调到四号就OK 四号球呢 建议不要调的特别直 有点像架的角度 打四 叫一 好 好 现在就看一号球交二号的角度不需要可以拔号 三个球都可以打进同一个带 好 低杆他想利用 好像挡住了 利用对方的球来停球 这杆球打得有点 应该是 又是小跳 看看王鹏用他的打杆 这次差厚了一些 这盘有点不应该 王鹏把握机会了 好 现在上手 他没有打特别容易的球 而选择十号球 把打进之后 把十一号球的点位让出来 孙氏带了一脚八号球 应该会先打库边的这颗 嗯 王鹏走过去看看啊 连打带防的这个白球的落点 好 清腿台裤 除肝还是比较谨慎的 每一肝都是带着防守的线路 好 清腿台裤 12号 孙氏晚上一灯 或者是 应该是灯杆就到15号 白球稍稍往后退一颗球 好 它一间灯叫的比较直 8号球 中带 嗯 这样万一打不进 也不会给队风留什么机会 像刚刚中带与这个球的衔接 我还是建议他往回退一些 这样的话 较八的角度会更直一些 嗯 他刚刚往前灯的话 把这个球较八的角度较得有点偏直 那就是角度偏大了 对 这些细节呢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 无所谓 较直还是较角度都能近 但是 嗯 讲台球的成功率 对 成功率 尽量的合理的程度 还是每一颗球细节 嗯 更重要一些 所谓小心使得万年穿 对 现在王延这种 转前追赶的步伐有点慢 所以说 呃 咱们也给王延打打气 嗯 看那个中巴王的 呃 一种风范吧 看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再次提前出来 王延开球 我相信王延就算是对方拿到赛点啊 也绝对不会放弃 关键就是看最近的这几局 看能不能搬回来 对 提升士气 好 王延成功的炸进了 嗯 他利用了炸第二个球的方式 因为他的那种 冲球的方法 嗯 属于半防守半进攻吧 对 他看到了王鹏这种开球的优势 他也想临场的模仿一下 因为平时我们都会运用第二种 呃 就是开第二个球的一种方式 但是呃 过多或少都有一点抵触的情绪 因为很难控制足球 第二点就是开球很容易进的话 感觉像是一种外挂式的一种足球方式 嗯 呃 王延直接打全色球 那么他已经看到了 只需定在这里 用一号球就能K到 呃 有一颗六号球 看看K完之后的效果吧 呃 他直接把对方的洞口 球踢跑 嗯 嗯 嗯 在六号球中弹依然有下 还是小踢杆 没问题 嗯 嗯 嗯 七号有下了 现在看看 左下方的二号球是否有下 如果可以的话 打七叫三 把三的角度调好 嗯 二号这侧没有下 嗯 现在就看七号球调三的角度 可不可以中带二号要是有下的话 两颗星先叫二号 嗯 嗯 还是得打三吧 对 现在看三的角度 嗯 嗯 还够不够拉衣裤哈 有一点问题 像上高杆的话 可能会碰到十五号 如果要碰不到的话 刚好一裤弹起 交到二号 如果用低杆的话 就是 直接 横拉衣裤 嗯 背杆就完全追求交位的方式 看看王鹏 好 直接调到九号 啊 推进 打十五号中带 这样 二号和三号之间的这颗球 也有单下 好 没问题 十四号 中带直接交到十四号 现在就是十三号 需要一个细位 轻轻一推 轻轻一推 好 没问题 十四号 十四号定在这里 就可以做到十二号 最后拿十三号交八 也是很合理的 好 没问题 十二号一个小低杆 做到十三号够下的角度即可 因为八号不太需要复杂的干法来较位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有下即可 好 没问题 嗯 比分进一步的拉开 王鹏再用三局就会获得胜利 大家看看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啊 看看王岩的 称号是逆转王之王 反正王岩现在的头衔是各种王啊 本身姓王 又是中巴王 又是逆转王 之王 第二十二局 王鹏开球 因为两个人呢 王鹏是在南乔市的中式八球排名赛 拿过连续拿过两次冠军 王岩呢 也是在温州战与北京战连续拿了两届冠军 属于二王呢 也是两个 呃 获得 冠军的两战 连续两战获得冠军的选手 哦 都是连续两战 对对对 呃 王鹏我记得是 呃 一战河北胜王战的 呃 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 直接获得了一战冠军 之后在呃 鄂尔多斯战 就拿下了一战冠军 呃 王鹏吗 呃 王鹏 王鹏是10年的Q7温州战 鄂尔多斯战是王鹏的冠军 呃 对对对 呃 温州战和盛方战 两战的冠军 呃 呃 毒 呃 吼呃 鱼勒 呃 吼呃 呃 吼呃 呃 呃 吼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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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球好像不够 14号挡住了一点边 拿7号球是不是要撞击8与3中间的位置 想法虽好但是达到的效果根本就不理想 直接把3号球撞死把对方球替活得不偿失 王鹏最干集中精力 只需要处理好眼前的打进中弹 做到9号球去K到库边的那一颗球 力量控制一下再向上一点角度 好没问题 刚刚好 可以现在拿9号处理一下库边球 看看力量轻的话刚好K到有没有别的球像 但这根球没有道理是发力K球啊 都是用精准的 用完全的小力量K到 对刚好K到 这根K的干法和力度分离角差了一些 K薄了 现在看看离2号最近的那颗球有没有单下 有下的话看能不能低竿撞到 漂亮刚好撞到8号 好现在这个局势 他过来看一眼 11号 2号内测 有没有档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只需要利用13号球推上来叫到12 这样的话 打12的时候只需要点进 11号中带要是有下的话 就跟他预期响得完全一模一样 好 现在看他除干的稳定性 没问题 真准 入射的点位完全是刚好进球的位置 现在看看 11号中带 轻推 会不会受到2号的牵连 没有问题 刚刚好一下 这盘不出意外应该拿下 报酬抵带 王鹏 王鹏一冠军只有两步之遥了 比分 15比7 王鹏的脸也越来越红了 感觉 变超级赛亚人了 这几局打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赌神怎么还不变超级赛亚人 王鹏 王鹏在喝水 我觉得 王鹏这次上场表现的机会就本身就非常少 而开始的前八局里面各有各的失误 而在中盘后期的时候都是王鹏一直在控制的正常的局面 咱们的重视八丘网 前一段重视八丘网也被黑过了 然后我地底下 руbello到tube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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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不能这样挑战 драм 派 孟智队的球员 那么可能会筛选一些 比较年轻 有发展 比较人品的 多个方面比较兼备的 这样的一些人才 加入到我们孟智队来 那么私底下我们也在讨论 每一站包括 我们乔市的老总 都在观望一些队员的 平时的一些 作风习惯还有球技等等 所以说明年的计划 我们就扩边 可能会吸收 三到四个孟智队的成员 有没有听说要 有一个女选手 加入孟智队呢 女选手我们 也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因为女选手 对于中八推动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目前的女选手 真正能 做到 独当一面的 目前还没有 完全的出来 这样的一个选手 所以说我们考虑 更希望的是培养 小一些的 那些选手 这样的话 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这球不知道 五号球右下角敌戴 有没有啊 有的话 是不是能看 你看叫二和五 同时叫 这杆球应该是 他还是应该 很卖力的去调到 二号球 他直接 利用两颗星 直接去 应该目的是 为了叫五号 但是 刚刚一号球 应该调到 十五号的位置 直接打二号 顺势往上一推 可以叫五号 另一侧的敌戴 那这杆 有点过于着急了 五号球 敌戴 尝试继续进攻 非常的像 现在看 王鹏 手架 手架不舒服 可以不到 古边 他的那颗球 可不可以尝试 现在他不敢轻易去冒险 好像可以下杆 怎么会有一颗球落地 可能那边的 带已经满了 看看 现在 洞口球 有个局五 有没有接下的可能 现在 我正在判断 这杆 白球的控制 稍微差一些 如果 戒下完全有的话 14号球 敌戴 顺势 用一个推杆 像这种球 我感觉要往后了戒 把14当成一个 一个白球 用高杆来进这个 底带 像这样是不是就是 戒薄了 对 这样的话 已经 没有 禁带的可能性 只是把球打出去 如果这个球 完全要奔禁带的话 要打后 直接去撞击球 也不是说先撞击裤 利用力度 力度还不能大 大的话 马上反应的效果 是先装裤 所以说 但是很危险 他刚刚 如果要用轻推的力的话 不进的话 会给2号球留下机会 所以说 这杆球 他完全属于 一杆防守的性质 已经很难进了 对 想进 会冒一定风险 刚好有下 这杆防守的准度 又体现出来了 看看2号一推 没问题 但这样的状态 比分是交替上升的话 对王延太不利了 王延的胸标 有一些脱落 发现没有 这次两位选手 胸标都贴了一次 为了防止 那个晕干的时候 胸标占到球干 对 我记得在温州站的时候 有一杆球 王延就很纠结 晕了半天干 总是影响 对 第二次局 王延开球 目前这次也非常感谢 咱们的网友九段 在这次呢 咱们制作的 赛赛卡里面 也很用心思的 做出了 比较新颖的 给咱们黄色的 一个 胸卡的一个蛋 有红黄蓝三个颜色 我看到的只是黄色的 上面写着 新天地 乔石碑 2011年 全国中式 八球排名赛 鄂尔多斯站 我们工作人员也有 我觉得这一点 很有必要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 形象 这些小的细节的东西 需要做得更细致 每一位参赛选手 有可能 把这个会留下 当作一种纪念 包括以后 可能在参赛会 不管是这种胸卡 参赛证 还有一些 其他的小视频 好 翻带没有问题 看看这个角度 五号球是否有下 五号球只需要把 十四号球踢跑 也不行 如果单独的 踢跑十四的话 七号球也非常难 所以说先放弃这个想法 二号球 抵戴 看看这个白球 很保守的一个打法 还是建议王鹏 这个时候冷静 不要再进攻了 打六号球 仰到洞口 白球 放在底裤 放在下方的 右下方的底裤 仰一干 等待一干 实际 六号球 建议也不要 先奔进打 看看王鹏 面对 那么复杂的局面 有没有一干 解开的能力 十号球 有机会 一干 把难度球都处理开 但是现在 叫十号球的角度 有一定难度 这个时候 双落 应该是本双落打 安全机打 安全机打 双落的 还是球稳了 好像还是想打进的 主不不 这干球完全是为了 把对方球打进 主球场的 对 常在十二号后 应该是打不着了 这干球想法 非常的果断 这是三酷勾五号球吗 嗯 等一下 判断一下 他的想法 十秒 翻规 大致应该是奔着五号去的 自由球 看现在汪延安是否要进攻 进攻的话就要打十去撞七 利用七来把库边的两个球可以到 方便 王烟在运干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球了 自由球 就是说在这一集的时候 他的心思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动作上 完全是边走边在探断这个思路 像刚才他那样先用14叫10 然后再去K 您觉得这样比较好呢 还是先打10K到7叫到14比较好呢 那样没有用的 属于帮助对方做雷锋了 还是建议他再保守一杆 再等一杆 下一次再进攻 因为这杆在防一杆 对方要把局面拆开 就看谁更有耐性了 现在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5号 他可能5号稍稍差一些 如果完全够的话 这个5号球两颗星自然就可以交到7 他加优赛 看看是不是能摸过去 除干的动作一定要延伸出来 千万不要慢 一慢的话白球都弹 传球可以 可以打传球 利用10号球来挺球 还是偏厚了一些 还是偏厚了一些 大家清楚看到王爷耗手的摆动的一个动作 目前这个动作可以称之为 它完全属于用手腕的动作在运干 也就是说靠手指 靠手指的变化 来去抓肩 来去抓肩 这个肩应该不应该 但好像问题还不大 因为两颗球目前还是没有下球 现在看这一干 打球拆火 能不能不给对方留下机会 轻轻的薄边 停 力量还是稍稍大了一些 这个时候王爷也不敢贸然进攻 虽然有薄 但是一旦不成功 露出7号就很危险了 它这一干的力度 刚好有下 力量稍大或稍小一点 都可以形成斯诺克 看王鹏抓住机会 7号就地干 抓住白球 没问题 角度自然性能向上 一个高杆推进 弹一枯起来 八号球中带 好 这样王鹏先打到赛点 第二四级 王鹏胜 比分16比8 75分 本来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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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25局 王鹏开球 嗯 鹏鹏 距离奖杯 却有一步之遥了 看王鹏的这杆冲球 局面有点乱 现在还是花色球占优势 这个按14号球的角度呢 建议他还是不要K球 争取去交到15号球的钟带 11号球 应该是加旋转去往里面较位 好 11号球交到 一个小低竿一点 做到10 这个角度会不会打10呢 能够K开 如果11号不挡的话 还是先打11号 因为如果11号够的话 不够 完全不够 现在去打10去来K 好 没问题 这杆球可以打12号 好 哎呀 好不容易出现的机会 又没把握住 这样的话 王鹏就可以 找机会再等待一干机会 看看现在是否要打3号球 现在的选择就是说 可以现在打5号 传进之后 主球停在1号后 或者是先进攻 再把4号球 先踢死一颗 但 自己他也就跟着死了 对 其实刚刚这杆球 推中带的时候 打5号球 帮进动口球 可以利用1号球 打一杆防守 没有必要先进攻 好 这杆球 您看现在这球是直接去K行呢 还是打右上角底的用9号球来K行呢 我觉得它好像目前直接下低竿 没有任何的一个打算 就算把15号拼进用9号去K也不合理 比如说王鹏留下的这个角度 就是让你很尴尬 K也不好K叫也不好K 也不好打完的一盘球 王鹏现在需要再等待一看 如果要是打5号动口球进攻的话 反倒会给自己施加压力 所以说现在需要把1号打活 再等一看 目前王鹏现在没有进攻的球 如果要打入球了 这就像那种有关的球 给我们的主角 再等一看 我们的主角 就像那样 有关系的球 我们再等一看 王邦还是不要打洞口球 现在可不可以来仰二号球又下脚底带呢 也可以 但是王邦好像现在选择了进攻 看看他的本意 是否要K4 看看效果 4号球好像右上方 底带有下 如果有下的话可以做到1号球中的 看这个关键的一击 这个关键有点运气成分 稍微打点偏薄了一些 撞到了对方的球 如果好像倒是确保了二号球的底带有效 对 如果另一个底带也有效 当然没关系 这个安有点运气的成分 看来王鹏二号球关键的一颗 看他的想法是调底带还是调中带 两颗星调中带 力量 运气不错 用了三个型线路来跳到 好的 王鹏 新天地乔士碑 2011年全国中式把球排名赛的男子组决赛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最后王鹏拿下了冠军 感谢马老师的精彩点评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再见 好 再见